明天就是中秋節 Jasmine,我想你應該準備了月餅應節 當然,家人都很重視中秋節 我的親朋戚友互相送陣月餅 表示心意 所以我收到很多各式各樣的月餅 但有時怕收太多會浪費 我知道有些社福機構會接收月餅 大家不妨考慮將月餅轉陣給又需要的人 讓每個人都可以寬度佳節 中秋節象徵人月兩團圓 很多人都會和親朋好友寬度佳節 不過他們就未必有這個機會了 在香港繁華都市的背後 只要細心留意 就不難見到街上不同角落 都有無家者的身影 根據政府統計處公佈的數字 2023年已經登記了的 無家者人數有1470人 比起疫情之前增加接近一成 在街上留年 無處可去,無家可歸 特別在大時大節,看著街上的人 乘雙乘對,開開心心 他們心中未免會有一絲落磨 例如過時過節,譬如在夜中秋 通常是怎樣過的 都節一個人,其實都沒有感覺了 其實不會再有節氣氛 因為又沒有家庭又沒有家庭 只是求飽肚就算了 其實中秋 隨便在街上買到什麼就吃什麼 有時候人家捐贈一些東西 那些 捐贈什麼 有些是飯費 餅乾 或者杯麵 那時候的感覺又是怎樣 其實都很麻木做的 睡了這麼多年街 現在有不少社福機構 關注香港無家者議題 這間非牟利機構 也是其中之一 中國人很重視中秋的節日 這個節日都是跟親人一起過 但是我們很多老宿者 其實他們已經跟家人很久沒有聯絡 或者可能是分隔二地 所以在這個中秋的節日裡 其實我們都很希望可以感受到社會的關懷 所以在我們機構 心好月圓這個活動裡 我們都會籌污一些月餅 派給社會上有需要的人 我們其實這個活動 做了差不多二十年 因為我們都知道街坊 其實他們在中秋節都比較孤單 所以我們都會聚集很多義工 一起去探訪他們 跟他們送上祝福 亦都傳福音 那你們的中秋福袋有些什麼 我們每個單位都不同 就著我們老宿者的需要 我們裡面會有一些日用品 食物 亦都有月餅 亦都會有一些快餐店的現金券 很多時候我們不只是派一些大點 即是很多老宿者聚集的位置 我們其實鑽洞鑽 會很多去一些偏僻的位置 有些老宿者其實平時很少人探訪 或者沒有人知道他在那個位置 我們都會去探訪他們 很多街坊會說 其實可能很多年都沒有吃過月餅 這些情況收到月餅時的喜悅表情 就鼓勵我們這麼多年 一直都會做這個活動 有沒有試過最難忘是怎樣 最難忘是街坊收到月餅後哭 其實那個是一個在後巷裡睡的婆婆 她平時就實方衛生 很多時候我們看到她會收拾一些食物來吃 所以那次其實她拿到月餅 她就跟我們說很開心 她說也很多年沒有吃到月餅 然後怎樣會令到你這麼感動 因為都覺得真的值得去做這件事 而且街坊其實平時不太理睬我們 可能因為始終那次是中秋節 有些應節食品 街坊收到禮物就主動肯跟我們聊天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其實要用年計 去跟我們建立關係 很多時候街坊 其實我們有機會認識她很多年 她都不抽不睬我們 有時真的有一些時間 例如突然打風下雨 或有時可能就只是一個小小的月餅 突然趴著她 她又會在那一刻 會突然很願意跟我們溝通 之後我們就打成錘子上 慢慢再跟她建立關係 再推動她的改變 大部分的無家者對於陌生人 都會有很大戒心 想跟她們建立關係 再去幫助她們 也不是一件意義 但至少希望她們在平淡的日子之中 可以感受到一絲溫暖 如果要說到一種新舊交融 和拆出新火花的傳統食品 真是非月餅磨熟 對,新派的冰皮和劉森 就俘虜年輕一代 但傳統的月餅 也有一群老顧客捧場 雖然我年輕 但也是捧場客之一 因為有傳統月餅才有過節的味道 和滿滿的人情味 中秋佳節,人月兩團圓 是一家人最守一堂 溫馨度過的節日 而談到中秋節 又如何少得陪伴我們成長的 傳統月餅 位於旺角的一間傳統餅店 每天都會製作新鮮出爐的包餅 適逢中秋節 還會推出各款傳統月餅 而每一個月餅 都是出自張先生的一雙考手 想問問你做了多少年月餅呢 我做了四、五年 四、五年已經這麼熟手了 之前我也是在核心的外圍協助 這幾年才有份打 即是從旁觀察先的 對,因為你要做包的 你做多幾年 然後才升級去有權利打 做下一個再升級就是去項 我還未達到這個 未去到這個位置 未去到這個級別 所以現在還是繼續從旁去看 其實你做的過程中都在學習 當然,做來學才可以學得好 其實有什麼吸引你去做月餅呢 為什麼做月餅呢 每年到農曆七月份 那時候人們就開始問 你什麼時候有月餅呢 那時候就開始計劃一下做多少月餅 究竟盛在傳統文化 和充滿回憶和人情味的傳統月餅 是怎樣煉成的呢 現在正在做哪一款月餅 我幫你介紹一下 我們在做五人月餅 五人月餅 第一個步驟是否要切碎核桃呢 切碎餡料,現在最後切核桃 之前有些已經切了 有否做五人月餅最重要的步驟 或者最重要的表面是甚麼 放足料 張先生,我看到你加了不同的材料 其實做五人月餅需要什麼材料呢 五人月餅有起碼五種果仁 有南人,有核桃,有杏仁,有瓜子仁 還有芝麻 芝麻 我看到有些紅色的蟲 紅色的蟲是臘腸 臘腸 有叉燒 有些肉令它更香 還有金腿 橙色的是甚麼 橙色的是金筋 現在是甚麼步驟 現在就是將餡料全部拌勻 就可以將它合成一塊東西 然後我們就可以將它壓著做餡 製作月餅的每一個工序 都要由一班人同心合力才可以完成 每一個傳統月餅包含的 除了是滿滿的食材餡料 還有濃濃的人情味 時間到,一個又一個新鮮出爐的 傳統月餅就此誕生 街坊亦隨著懷舊氣息前來光顫 我們中國人很喜歡 教來要吃月餅 你覺得傳統月餅有甚麼特色 你這麼喜歡 我們喜歡做月餅 你覺得傳統月餅是否有人情味 你覺得是否有比較便宜一點 是呀,我們吃了幾十年都這樣吃 每一年都會光顧的 光顧 小吃的崩潰的小吃 為甚麼這麼喜歡吃傳統月餅 因為它傳統和味道較正宗 你覺得哪種味道特別正宗 煉柔 有甚麼不同 甜一點,有些回憶 你喜歡因為感情或情懷 會呀,會呀 以前小時候和爺爺媽媽一起吃 看到很多街坊說 其實它每年都會光顧你們 其實也有很多 因為老的那輩子又會買 接著會給年輕的那輩子吃 可以買回家 有些又會是年輕的 買回家給他們吃 而中層那些又會買給小朋友看 看看這些叫月餅 這些就是傳統的月餅 不是只有冰皮 它是一個很… 很融通的滲透式的吃法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都吃 然後就說,原來是這樣的東西 當你一家人坐在那時 就會是三、四代同堂 一家人就會切四、五個月餅 然後就說,這是甚麼,這是甚麼 然後每個人都會在那裡交流 可以有種吃得開心 一家人的東西比較溫馨 那你覺得傳統月餅 最大的特色是甚麼 傳統月餅最大的特色是… 一家人坐在一起吃月餅那一刻 因為一個月餅不可能是一個人吃 對 要很多人才能吃到一個月餅 當你很多人的時候 你又可以吃多款月餅 那就必定要聚集一堆人去吃 當然是一家人坐在一起吃 這樣才會開心 能夠和別人分享 都是一種福氣 我們也在等待大家分享 你們社區的大小事 歡迎WhatsApp去到68960931 明晚繼續《一線搜查》 回流村民German 就和拍檔在2018年 自發舉辦大澳花德會 吸引本地和區外市民關注 亦令大澳每年的中秋節 都份外有氣氛 今年它更加化盡心思 舉辦一連串的中秋活動 希望可以吸引更多大澳年輕人 回流參加 穿梭社區,《一線搜查》 住民旅館 有一陣子 更多大澳年輕人